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变量的分类 变量分类呢,大家注意一下,分为这样三类 一个叫局部变量,local variable,局部的变量 还有一个叫做成员变量 还有一个叫做静态变量,这样三类 那么我们一个个讲 今天呢,可能重心在这个局部变量上 因为成员变量和静态变量的话,需要大家学到对象和类的时候呢 才能更深刻的体会 那我们先看这个吧,局部的变量 实际上呢,局部变量呢,指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方法或者语句块内部定义的变量 方法里边我们定义好变量之后,就称之为局部的变量 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呢,从这个定义的位置开始 一直到方法或者语句块结束 我们看一看,因为我们上次还讲过 变量是有作用域,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呢 定义的A指 就是一个什么,局部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呢 只能在哪里使用 因为大家看,我是在 Mate方法里边定义的,对不对 那我只能在这个方法里边使用 从这儿开始 开始往下我都可以用 如果是个语句块呢 我们看一看 大家看,这就是个语句块,很简单 在方法里边呢,我写这样的一个花括号 对吧,在这里边可以放多行语句 那么大家看一下,如果我是在语句块定义的话 那么它就仅限于什么,仅限于这个花括号里边有效 在外面,大家看是不是用不了了 识别不了了 所以局部变量,它从它的生命位置开始到整个块结束 或者是什么,方法结束 如果你在这儿定义的话 这就是在方法结束 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这儿结束 这儿称之为局部变量 那么大家注意 局部变量要使用的时候呢 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初始化 必须先声明后复值 必须要复值 比如我这个,这儿这个写法 inti生命了一个变量 intj等于i加5 那这时候就会报错 为什么?因为这个i只声明没有初始化 它不知道加谁 看一下啊 这个我就直接粘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啊 我放到这儿 同学们看 i声明了 在这儿直接用,用不了 编译报错了,看到没有 说这个i呢没有被初始化 那如果我这儿初始化以后呢 等于3 就OK了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局部变量 要使用前呢 你必须要自行的初始化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呢 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呢 也叫实力变量 它指的就是什么呢 名字叫做member variable 它指的是在方法外部定义 在类的内部定义的变量 并且呢 如果更精确的讲的话 是没有被static 修饰 它从属于对象 生命中期呢 伴随对象始终 它跟对象是相关的 也就是这儿为什么叫成员变量呢 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象的成员变量 对了 相对于它是对象的成员 当然了 今天这个 因为我没有 还没给大家讲对象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不太好写 不太好写 不过我们可以 放到这儿吧 比如说我在这儿定义一个变量叫A 大家看到没有 我定义的一个变量叫A 它就是叫成员变量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成员变量跟局部变量有个区别 关于初始化有个区别 就是成员变量呢 大家注意它会自行的初始化 就如果我们没有负值的话 大家看这儿 这儿我们是不是没负值啊 没负值 那么它会按照下个这个表的规则进行负值 那么对于数字的话 就默认负于什么 0 好吧 对于X2类型呢 是负这个值 BOR类型呢 是负的FALSE 这些类型咱们后面讲了 你就明白了 先记一下 好 所以呢 在这儿 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这儿声明了这个变量 A 实际上 系统会自动的给它负一个值是什么 0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手动辅值 没有问题 听懂了没有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成员变量 会什么 自动被初始化 好了 这是成员变量 那么大家永远记住 它从属于对象 那么在这儿呢 如果我们要 真正的去学它的话 我们还得干嘛呢 还得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今天不是主要的内容 所以我就不见了 大家今天先认识一下 下一个 叫什么呢 叫静态变量 那么我们看一下 静态变量呢 是什么 它是使用了一个关键字 叫什么 叫static来修饰 它也称之为类变量 它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变量 从属于谁 从属于类 生命周期 也从属于类 类在 它就在 类不在 它就不在 所以它的生命周期 其实很长 通常我们这个 系统启动的时候呢 会把相关的类进行加载 什么 一般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系统 对吧 结束的时候 会卸在这些类 也就是说 这个static变量 它生命周期 非常非常之长 是最长的 如果按长短算的话 局部变量是最短的 它从属于方法 那么我们这个 成员变量 是稍 也比较短 稍长一些 它从属于对象 那么这个 静态变量呢 它是最长的 它从属于类 当然 很遗憾 今天我们只能简单试一下 比如我在这 定一个变量叫static int 对吧 int 叫我们随便写个名字吧 叫size 这是什么 这是静态变量 从属于类 当然类根对象的区别 这个呢 我们就要通过 慢慢的学习来 来 来去解决了 从属于对象 好了 这是局部变量 这是从属于什么 就语句框 这个是语句框 下面这个呢 是什么呀 就这 局部变量 从属于谁 方法 好了 大约是 大约是这样一些要点 那么大家呢 也不要纠结 初学者的话 大家注意 你学的时候呢 始终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 我们经常呢 需要通过 知心而温故 不是温故而知心了 是知心而温故 大家去学的时候呢 时间往后走 在这的一些疑惑的点 对吧 你先了解一下 记个结论 当你学到这的时候呢 又会设计到这个点 那么他们两个点 一融合 你可能就明白了 比如今天给大家讲 变量的分类 如果 按照这个 知识点讲的话 实际上像这两个 就没有提都没必要提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用不到 现在根本用不到 你只要讲这个就行了 但问题是 出于知识的完整性 给大家全放到这 大家后期复习也好 做什么都方便 对不对 通过比对的学习 但是他们两个 你要学明白的话呢 必须要学什么 学明相对象 听懂了没有 他们两个 大家要学明白 必须要学明相对象 所以呢 像这儿呢 也卖个小关子 卖个小关子 等咱们学对象的时候 再深入地去了解 成员变量和静态变量 感谢观看